忏悔是学佛人的根 今天继续讲普贤菩萨的十大行愿 为什么说到普贤菩萨呢 因为礼佛大忏悔文的最后事 那么大行普贤菩萨三成 很多人就问 为什么礼佛大忏悔文的最后 没有提到观世音菩萨 或者其他菩萨 而是普贤菩萨 实际上 这个主要讲的是普贤菩萨的愿力 我们念诵礼佛大忏悔文 也是一种愿力 你说你再也不做坏事了 你忏悔了 就是一种愿力 普贤菩萨的第四大行愿是 忏悔业障 只要在人间 只要在六道里面 一定是有业障的 实际上 忏悔两个字要分开来讲 忏是什么呢 就是忏其前千 当一个人做错事情的时候 他就会很后悔 后悔的时候 先是想到 这件事情 我做错什么了 从这件事情的根来看 就叫前千 千就是代表做错的事情 然后呢 悔其后过 就是说 我非常后悔 做错这件事情 所造成的后果 师父曾经讲过 一个人骂人 把人家骂得 气死了 他忏悔的时候说 我后悔去骂人的 这叫忏其前千 我现在非常后悔 他死了 这叫悔其后果 这中间讲的 还是一个因果 所以 你们每一个人 做人 讲话 做事情 凡是莽撞 不考虑后果的 这种人 就需要念诵 礼佛大忏悔文 不管是 佛陀也好 还是其他菩萨也好 他们对忏悔 都有一个 共同的理解力 就是说 若此恶业 有体相者 尽需空界 不能容受 如果你的这个恶业 已经形成了 你今天骂人 骂得人家 吐血了 你骂人的果 已经出来了 那么你已经有体相了 就是说 你已经把人家 弄成这个样子了 体 就是体验 体会出来 已经暴露出来了 相就是 已经造成了 这个后果 尽需空界 就是宇宙 如果你已经 造成了恶果 伤害到别人 整个宇宙空间 都会知道 为什么过去说 孝感天地啊 孝顺父母 孝敬长辈 你可以感动天地 那么天地在哪里呢 是不是 在尽需空 变法界 法界 指的是我们人间 尽需空是什么 是指天上 无境无边的 宇宙空间 就是说 尽需空间 都不能容忍你们 做了这么多的烂事 你们要忏悔啊 很多人 是躲在家里 躲在地下室 做坏事 那么果报 是从你的心 做了坏事之后 慢慢地显露出来 报应 没有那么快 如果你在马路上 做坏事 那么天上马上就会 收到这个信息 所以有一句话叫 你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 做坏事 光天是什么 就是指的宇宙 头上三尺有神灵 你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 做坏事 你这个报应 就是马上被车撞死 很多人抢劫之后开车 呼的一下 就冲到了山坡下 车翻人亡 马上受到报应 如果你的一生 都在念佛 你能够灭掉 八十一节的生死重罪 这个念佛 并不是说 只念阿弥陀佛 念经也叫念佛 大家听到 义这个量词 是不是会感觉很多啊 就是说 一辈子能够念经的人 会化掉很多的劫难 一辈子都在念佛的人 有什么劫 有什么难啊 过去的尼姑 和尚 就是从小出家 到庙里 念经一辈子 他们在庙里 有什么劫难 看看我们 在人间 要吃多少苦 有多少劫难啊 所以 佛法 真实不虚 虽然你上辈子 做了很多的烂事 如果你这辈子 能够像和尚 尼姑一样 你就好好地念经 念佛 忏悔 你的这些重罪 就会慢慢地化解掉 举个例子 你们秘书处的 这些小朋友 如果你们过去 在生活上 工作上 家庭中 做了很多的重罪 你们现在 开始念经 忏悔 你们天天 在观音堂 做功德 那你们 有什么急啊 很多灾结 就这么化解了 把一切业障根本 得生净土 陀罗尼 你们的重罪 已经重在 你们的八十田中 已经不是 消掉的问题 而是要拔出来 你们的恶业 已经重在 你们的八十田中了 说句不好听的话 如果你们很多人 或去偷过东西的话 你说念念经 就能够念掉 这些恶业吗 那是念不掉的 你要忏悔 我要把这个 恶根拔出来 我许愿 我永远不再 偷东西了 这样的话 你才叫 拔一切业障啊 为什么经文 叫拔一切业障 就是说 要把恶业 从你的心中拔出来 从此 没有这个业障的根了 拔一切业障的根本 就是把 最里面的 肮脏的东西 全部拔出来 得生净土陀罗尼 就是得到 往生净土陀罗尼世界 很多人 连往生咒的标题 全程都不会念 现在明白了吧 你们懂了标题的意思 在念经的时候 感情就不一样了 我过去在感情上 做了太多的烂事 我现在坚决不能 再在感情上出问题了 我坚决不能再做坏事了 我要改正自己的毛病 我要彻底地 拔掉这些恶根 这就叫拔一切根本 所以 人能够念佛持咒 业障自除 持小咒 也是菩萨的经文 有些人不懂 说那是咒语 咒语和咒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比较大的咒 称为经 比如 地藏经 礼佛大忏会文等 那么小的经文 就称为咒 不是咒语 好比西方人说的神 可我们中国人说的神 就不是一个概念 我们中国人说的那个神 是什么呢 比如 地神 天神 或者 一个小的鬼神 而西方人讲的神 是高的 是上帝 是最伟大的 最高的 无形无相的 咱们不能把 这两个意思搞错 修行和修心 一样的重要 过去的人修行 不是很多 主要是 念经 念佛 和尚和尼姑 一辈子基本上 都是念经和念佛 但是 现在人做的动作 越来越过分了 人在行为上 做了很多 不好的动作 所以 必须要修行 和修心并进 因为你做了 坏事的行为 你也要把它修掉 我们小时候 在课堂上 做错了一个动作 做错了一件事情 老师就会叫你 放学后 留下来擦黑板 这就是 让你用好的行为 来改变 你不好的行为 用好的思维 来改变 你不好的思维 你今天 讲错话了 老师叫你 重新说一遍 是不是 在改变你的口意啊 道理 就是这样的 念佛 念经法门 无论是立根 还是顿根 立根 就是很聪明 很有智慧 顿根 就是傻傻的 还没开悟 就是 不管你是什么根器 是夜轻 还是夜重 只要你好好的 念佛 念经 都能够往生极乐 当然 这是有一个原则的 那就是 没有恶业 和不造新业 就是 因此 又是 这些秘密 有一个 都没有 有一个 只能够往生极乐 所以 提供 我们 非常的 这是